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想介紹一個可以放在體育館 免費給市民用的一部機器 而這部機器平時是 除了我們政府的體育館裡面有之外 就是在一些健身中心 有時候都有的 但是健身中心有的那些 你就要付錢參加去那些健身班 然後我還聽朋友說 一個月才可以用這部機器一次 但是現在在政府的體育館 我自己看到在荃灣體育館二樓有這部機器 其實我早前在3月27日 我都試過做到的 但是今天去到 他就寫著要等待維修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快就壞了 可能有時候那些人不懂用 或者按又或者他們的手機 不知怎樣變了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部機器非常好 因為它可以幫你分析 除了你說我便是量度身高體重 或者平時的BMI 都很容易可以計出來 但是這部機器可以幫你分析你身體內 肌肉占身体多少,水分又占多少,脂肪又占多少 骨质的密度,它都可以详细地分析出来 稍后它做好了,你们都可以试 它的用法是,上面有两个扶手,我们到时要用一手捉住 下面这里要随鞋随襪,站上去,身上不要带金色金链 它都有个牌,你可以看着放下所有东西 还要输入你的高度,年龄等 如果不适用,到时可以叫工作人员帮你 通常,旁边也有一部肌,可以量度看高 这里可以看到,肌可以量度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其实都很仔细 将你的身体里面那些,连细胞里面有多少水分 都可以分析出来 所以我都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骨质密度那些又可以帮你看到 看到你的身体的肌肉够不够 因为有些人只看BMI,只得到体重和身高的比例 但有些人,例如运动员,它有很多肌肉 跟你同一个重量,你是很多脂肪的 根本就已经不相同了 还有现在的运动场,很多时候都放在一个可以量血压的肌 你自己随时都可以过来量量血压 也很方便 我想迟些那部肌再整好之后,大家都可以上来量一下 好了,今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喜欢这条影片,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亦欢迎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bye bye